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原本认为游戏会在年中才会发售 过年期间也没有去关注新游戏的发售 16年13展上稍微有关注质量效应的消息 但相对于同期发售的其他游戏 感觉质量效应仙女座的宣传动作好小 我玩质量效应仙女座也是因为前三代的故事 我还记得三代结尾薛博德和收割者的多个结局选择 无数玩家都说游戏坑了 都要求制作商给出结局后的故事 也就是薛博德到底是死是活 之后质量效应也陆续出了小说和漫画 我就没怎么关注了 质量效应在外星人种族特点的设计上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这也使得之后在玩天命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次仙女座和前三代基本没有联系 所以没玩过前作也没什么影响 质量效应仙女座故事起源于三代前 因为在仙女星系发现了一颗可能适合生存的行星 Habitax 7 为了验证行星适合建立新的殖民地 并探索周边的未知因素 一直由四个种族所组成的大规模移民部队 踏上了一趟就算用光速跳跃也需要600年的旅程 我觉得这趟旅程真兴奇葩 四个种族中除了人类分别是阿丽莎 塞拉瑞 突瑞 对人类和突瑞来说 在冰箱里速冻600年醒来还能挣扎个几十年 阿丽莎寿命更是长达1000年 600年完全不是事 最惨的是塞拉瑞 能活到40分以上的都是伯伯 按照科技水平看所使用的飞船 武器什么的和三代差不多 舰队的组件名为Nexus 另外四周方舟舰团分别装载四个种族和相应的设备 总移民人数多达2万 而且当舰队到达仙女座的时候 整个舰队所需要的能源也将用尽 所以现行部队在到达仙女座之后 就率先派出开拓者部队进行探索 并用Nexus制造出一个通向地球的通道 这样就能与地球方面建立联系并获得后勤支援 毕竟若这里并不适合生物居住 那将面临严重的资源了 他们没想到的是 开拓者部队第一次出演 就被当地的援助外星人发现 接着可能将面临一场恶战 他们更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离开地球不久后 出戈者到达地球并开启了三代的故事 不过就算醒过来也是600年以后了 完全不知道薛博德给银河系带来的是怎样的结局 本作主角依然是让玩家自行选择性别名字和外观 但性别并不是给同一个人变性 而是兄妹俩人选择其中一个 有点像刺客教条萧雄那样 但是游戏中不会有强制角色的任务 只有玩家在重新游戏时才可以调换 由各个种族选出一人成为开拓者 并组成探索者部队 因为不明原因主角成为新的开拓者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这次的新飞船Tempest 与三代的诺曼底号非常相似 只是在性能上有所区别 诺曼底号毕竟适用于军事 所以更偏向于防御和攻击 而Tempest是探索用 所以并没有装备武器 护甲也相对较低 但是有更好的隐秘性 适合偷偷摸摸的探索 开放世界的设定 需要玩家操作Tempest在各个星球间移动 和三代基本一致 好的是我们不再需要加油了 在修船动画中 也像玩家展示的飞船的各项机能 估计和诺曼底差不多 我们可以操作主角在飞船中对话刷好感度 最终以达到推倒其他角色的目的 依然没有性别限制 随便推倒 模范和叛逆只取消 但是对话中仍然有多项选择 主角本身的职业设定保留 但做了修改 由游戏开始使选择职业 改成加点的偏向性改变职业 游戏过程中也可以重置加点 也就是说一周目中可以玩遍全职业 在探索过程中 玩家可以在不同的星球上探索或完成任务 我们可以借助新诺曼底四轮载具 在星球上移动 探索或完成任务 其实这样玩 感觉很像无人升空 开着飞机在各个星球间挖矿 找外星人或者炸外星人 就是视角不同 在星球上的主要活动就是采集资源 估计用于升级消耗 还有就是打倒星球上的boss 获得控制权吧 游戏中支线任务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因为模范和叛逆值的取消 忠诚任务再次回归 在主角与其他队友的互动过程中 我们可以完成忠诚任务来改变关系 而且在主权任务中进行的选择 也将改变动画或者部分结局 这点和三代的情况一样 我倒希望能有两全的结局 在星女族星星将会面临新的种族Kat 看了下和兔位长得差不多 更像天命中Hive骑士 而且在设定上他们原本是不穿衣服的 这就更像 估计故事也是开荒的舰队 受到了Kat族的影响或者攻击 而主角所在的Kat者们 就需要像薛伯德一样 在中间与敌人周旋 详细剧情不得而知 战斗的话依然采用第三原尘射击 外加根据加点所拥有的技能 这点对大多数玩家来说 以至习以为常 战斗中可以使用喷气背包 来加速接近或者脱离战场 我觉得开放世界设定 就必须有加速的能力 我看了下游戏的试玩画面 总觉得有那么些违和感 之后再说话 这次质量向一些女座 采用EA的寒霜引擎 EA的游戏都是用这个引擎 预计画质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就看游戏的操作性和设计细节了 这次游戏有些奇怪的地方 任务剧情部分可连接网络多人进行 当然也可以一人完成 有些任务是要求抵抗多少波攻击 这个多人的话就方便点了 也看会不会有其他什么特殊任务模式 这不就是第三人称的天命吗 感觉说的也差不多了 剩下的还是等到游戏发射后再评 我比较担心的是操作感受和动作的不协调感 至于推不推荐满 就看你是不是质量效应的粉丝了 还有这个月开销足够吗